戴好安全帽 坐上小山貓 陈建仁操控他 驾輕就熟 我如果說 健身手 天啊 暖啊 用好 然後他去再環保 好…他沒有第二劑 羅水勤和陈建仁 相識超過15年 當時候的陈建仁 罹患嚴重的恐慌症 想到以前發病的時候 血壓一直飆高 飆到都在220左右 好 那感覺快要事件末日的感覺 那心情非常的沮喪 我說啊 沒事的 我們的環保 教育鎮很近耶 在我們家 你有要來試試看嗎 自來做環保之後 我把注意力 就是集中在這裡 然後配合吃藥 讓我的身體慢慢的好起來 也更健康 2013年開始 陳建仁專責處理寶特瓶 在慈濟板橋園區的集中處 面積之大 數量之多 讓他每天報到變成了習慣 一天會到12車 一台大車大概在1600公斤左右 那1600公斤一乘以12車 就是那一天的總重量 夏天冷飲暢銷 驗陽下 不做來不及 當我們做完這個勤務之後 一定都汗流浃背 衣服都是濕透的 但是流汗對我們身體 非常幫助很大 因為新陳代謝非常的快速 重拾健康的陳建仁 心中有大願 其實我的感受 我是覺得說 最好一定都沒有保證 讓地球能活久一點 白璽文哲宣美之公 蘇玉雲 吳敬輝 江文龍 採訪報導